好看一下ok整个音影就做完 好做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开始给它加细节 好看一下整个看一下 这块是深色之后呢 看一下这块新小面 ok整个也要给它加一点深色 好不用加太多加一点点就好了 看到没有ok加完之后 整个保湿颗面更加丰富一点 然后呢看一下 我们画的时候呢 现在要改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步你要确认 你整个的颗面线 现在都是白色全部都是干掉了 因为如果是有点湿湿比没有干的话 我们再往上画 整个会把这个保湿化回 首先要提的是 ok整个确认它是干的 然后呢我们用彩线 看一下我们光线是从左边来 所以呢这儿的颗面线应该是亮的 反面的颗面线其实不应该这么亮 它有一些颗面的效果 但是不应该这么亮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轻轻的给它涂一下 就像我们画壶面的时候 先画白线 然后再往上涂一样的效果 好我们轻轻的在颗面线上涂一下 好让它的颗面效果呢 ok整个不要太亮 好看到了吧 ok整个这样之后呢 可以光线明显是这边亮 这边暗 然后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 当你画完之后再涂上颜色 你可能会觉得显得有点脏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明白了吧 我们整个效果是这样的 当然老师 我能不能坚持保留一下白色的线 因为我觉得白色线要画完 我还是挺满意的 可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现在呢是告诉大家 ok我整个在画效果的时候呢 暗面我可能会去 关注一下它整个暗面之后的 颗面的反光 其实没有那么强 稍微有一点点 所以呢 我就会用红笔再给它涂一下 但是你说 ok老师 我喜欢那种刚才 不灵不灵的那种颗面效果 那你就留着 没有关系 明白了吧 好 这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个 宝石刻面里面那种画法 明白了吧 这里边呢 没有抠太多细节 大家如果想画更细的话 这里边 台面里边 可以再分几个层次出来 明白了吧 ok 那我们接着画一下 好的 我们整个画完红色的宝石之后呢 我们接着画一下 我们这次画蓝色的宝石 首先还是一样的 我们要先把我们的宝石 分个四等份 就是从这开始到这里 画四等份 然后呢 四等份的整个右下角 ok这块是属于蓝色 颜色浅的区域 ok整个浅色 好看一下 基本上是在这个区域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区域之后呢 我们要用蓝色 开始给它上色 好 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不要用太深的蓝色 ok 整个用一个 无蓝色 ok 轻轻的给它上一下底色 记住 我们画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口气画的太深 你想往回改 你没得改 好 看一下 ok 整个这块 好 然后呢 我可以在这里多画几笔 好 看了吗 基本上我们就分一二三四 ok 整个四等份 然后呢 我们轻轻的再重新加重一下 好 是不是ok 整个涂完 好 虽然我们颜色很显 但是颜色的关系很明确 对不对 深色 然后呢 过渡色 然后呢 是个浅色 这个颜色关系是很重要的 好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开始用一个深色 好 蓝色的一个深色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换一个颜色 再给它过渡一下 好 好 直到现在我都是轻轻画 虽然 这个笔是一个颜色 比较重的颜色 但是呢 我画的时候呢 还是颜色轻轻的画 好 看一下 我没有再加太重 好的 然后呢 我们接着画起 好 整个这块过渡画完之后呢 我就要开始加深了 好 看一下我再慢慢的加深 好 看一下 这块整体来说 比红色的宝石呢 要深很多 好 然后呢 看一下我这块要加深 这块颜色深很多 好 深很多不怕 我们只要过度做好 做自然就可以了 做自然就可以了 好看一下整个颜色底色很深 但是你能看得出来深色过度 然后浅色对不对 好这块很重要 这块很重要 然后呢上色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看不清我们的线条 这块很正常 OK这块看不清没有关系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动签笔呢 在这里呢稍微刻一下 就是画一下我们的看不清的刻面线 这样有助于我们 待会儿在我们描线的时候呢 不会描错 好看一下整个画一下 好够完了 看一下整个这块比红宝石这块呢 要深很多 好然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 用黑色 刚才说了 在最深的地方呢 用黑色 从正中间开始 好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画太多过去 我就画一点点 好看一下 我就画了一点点 好这块画完之后呢 刚才说了 我们整体 好在这个地方呢 要画形小面 好深色的地方 深色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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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